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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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一句话说过的 就是说表演你首先要拥有自己 先拥有自己了 先用自己去理解 你要塑造那个人物的精神世界 我觉得才有可能靠近他 我是这么理解的 和陈独秀一样 其实李大钊这个人物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联合化的一个人物 所以说张同老师 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一个非常担忧啊 或者说是一个横向的一些对比 我其实一开始 永兴导演说 说要请我来拍李大钊的时候 我心里都直打鼓 我特害怕 我跟永兴导演我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让我聊了一下对李大钊的感觉 我没感觉 实话实说 然后说白了 我不了解这个人 这个人格是什么样的 然后从那开始 我去做了大量的功课 永兴导演就一直手把手 手把手的就这么这么规整 何伟伯就说 说你现在 你不用往那边去找 你可以往这边去找 你现在这样的胡子剧已经很像了 就是帮我在确立大钊先生 整个性格塑造的这么一条大的方向 在表演上定了一个尺度 这个尺度呢 话很糙 但是我以为理而不糙 就是说人话 做人事 特别是对于这个红色题材的主旋律剧 我以为可能最大的反弹啊 就在于说 怕把这个东西讲得干瘪了 像大钊先生这个角色 我们当时的一个约定吧 算是 希望他的剧中 除了他的领袖风范以外 他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他是一个普通的丈夫 我以为普通 可能是我们剧中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拓展方向 这样的话 能够让观众产生最大的一个共情感 和代入感 就这部剧大家 除了演员的表演之外 其实还有一点 特别出圈 就是生活的场景特别多 就是让人家回到了百年前 原来那些迷国时期的社会迷流 在一起吃饭 在一起聊天 在一起编乱 是这种场景 你们在整场戏的设计过程中 这样的一些部分 是不是要进行大量的提前的一些仔细的设计 研究 一定是做功课 比方说我们做这个剧一定要研究 陈独秀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就是这些点点滴滴 恰恰是可以聚杀成塔 极业成球 慢慢慢慢的汇总起来的时候 这个戏的独特气质就出现了 我记得咱们在拍那个编辑部的时候 跟何卫老师和马上华老师 我们一起商量 就是那个瓜子皮 如果去放 像这样的行为呢 我觉得在生活中 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 陈独秀吃完瓜子皮 搁在蔡先生那 蔡先生一开始和一个推回来 到最后干脆不推了 算都是我的 他有一种哥们之间的 调侃 对对对 兄弟情 不光烟火气 其实距离很多的感情戏 甚至是给李大钊爱上了感情戏 这个在很多演示作品里 是很少刻画的 其实我看到这些戏的时候 我心里头是极其的兴奋的 为什么 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家庭的空间 一个没有宣讲 没有阐述大道理的这么一个空间 因为我始终觉得 那么如果一个人 他是一个完整的 多立体的一个人格 他在生活层面 应该是方方面面的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是与众送别 那场戏是我们在文本之上 花了得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重新组织的 恰恰是这些情感上的生活味 才体现了大钊先生 有可能与以往的艺术形象 不一样 或者是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的一个展现 真正的爱对方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我以为他没有那些花哨的语言呀 动作呀 真正的爱对方是 我不愿意让你看到 我为你流泪 所以说我们有这么一个调度 就是大钊先生吃那个饭的时候 刘林扮演的那个赵仁兰 起身离开了大钊先生 这两个人彼此都没有看到对方的眼泪 可是观众全部看到了 当这场戏播出的时候 我看到弹幕满屏啊 表达的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感受 一样的感受 其实还有另外一幕 特别乍性的送别戏 我想大家印象更深刻 就是陈独秀送别 他的两个儿子 乔年和延年 就是那个那种剪辑的方式 把他的送别和背负形状剪辑在一起 就是网友说你是小张飞刀 就往我们心口扎刀子 这段播出的时候 我看到网上有好多朋友 也表达了对先辈烈士的敬意 其中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 就是说 说今天的合肥 还有一条路叫延桥路 它的旁边有一条路叫极贤路 这两条路的终点叫繁华大道 哎呀 我看到网友这么去说的时候 我真觉得 百感焦急 受不了 百感焦急 很难受啊 当时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 我在现场跟和老师说 我说我想做一个尝试 就是叫闪前 就好像我们看到了 未来 未来 那么父亲这一刻 看到自己的儿子 是一个什么样子 生活中肯定不会出现 对 但是放在我们作为后来者 回溯那一百年以前的 这一门中烈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我们 作为后来者的一个礼赞 我们所赞颂的 恰恰就是烈士身上的 那一个崇高的 无与伦比的一种大的精气神 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大爱与大美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可宝贵的 最高贵的精气神 对 其实这部剧 在大家在观看的过程中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 就是说带来了电影的品质 就是里边应用了大量的 演乐镜头和台词 因为这个序呢 它大量的涉及到主人公是 大思想家 大文豪 大文学家 也就是说从文本的角度 它天然的具有这种 可以放大我们传统文学的 一些优秀元素的东西 比方说复笔星 比方说隐喻 暗喻 借喻 这种手段 我觉得这个注重手段呢 放在影视剧当中 它可以拓展整个我们的 这个叙事的这些策略 能够让观众多维的来看 这个故事 我们也特别开心 就是观众朋友都解读到了 甚至都有的是过度解读 但是总体而言 我觉得既然是比喻 那就不必要把那个本体和预计 讲得那么清楚 讲清楚了 反而就无趣了 反而是我更喜欢的是 观众朋友各自去猜测 各自去描绘 各自去表达 反而那种感觉特别好 其实有些东西是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的 就像导演说 在那个 陈独秀在那个狱中 手里托着一只螳螂 导演只是说 说何卫哥 我们来拍一个这一组镜头 我就理解 我不会去问他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什么 就那个意境和心境 和处境 情境 它都是在那的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它提升了一些 美学的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格 是吧 升格了 升格了 对 刚才你说到 南辰碑里相约见到 它是剧里的重头戏 好像在这部戏里边 你老师第一次痛哭过 对 就这样一场戏 猴头大哭 也哭过 第一次猴头大哭 就这样一场戏 我们之前是设计过很多方案 作为演员 我是觉得可能全剧我都可以不哭 但是剧中还是有眼眶湿润感动的时候 我跟导演之前也沟通了 我是说我要把最痛的 最大声的 最释放的情感 放到那场戏里 放到相约见党的那场戏里 它是为天地而哭 为人民而哭 在这个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难得的一点是 不管是我陈独秀 还是这个张统的这个 这个李大钊 还有导演 尤其是导演 说句良心话 我们真的通过这次创作 深深的爱上了这群人 觉醒年代的那一批文化先驱们 是他们我觉得 应该让我们学习 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到 他们身上的那种东西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我们只是文艺工作者 只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把当年的那些文人的思想 精神 把他们的价值来讲给今天的观众 所以我说其实编导 编剧 老师导演 我觉得他们更像是诗人 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我觉得我和张统 我们塑造的人物 就是屏幕形象 是那个诗歌里面的美丽的句子 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就邀请两位老师 再重温一下最大的青春 包括陈独秀在 星期年发刊词上 说那一些话 青年如初春 如朝日 如百会之蒙动 如历刃之心发于血 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 青年之于社会 有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以青春之武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宙 自已乐 其无涯之生 青春之旧